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封城秀集 我是Yoshi Solana的网络在今天稍早的时候 透过各个节点的提供者 他们决定一起重新开启这个网络 到目前为止已经逐渐的恢复整个区块链网络的运行 根据他们的分析报告指出 昨天之所以会整个系统无法运作 最主要是有一段时间 整个网络的交易量实在是太大 超过了整个网络流量的一个负担 所以就造成整个网络的一个当机的状况 虽然说还没有到百分之百的回复运作 但是至少已经恢复一些正常的功能 今天在市场上有一个比较让大家瞩目的一个新闻 就是DTCC 这个基本上就是控制全美国金融背后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监管机关 他们在两年前的时候 其实就对区块链的技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同时他们也跟不同的公司在合作 希望能建立自己的一个DLT 他们之前实行的一个project叫project ion 到今年的时候已经确定可以正式的进入测试的一个阶段 那根据DTCC他们去年所监管的总交易量 大致上超过了两个quadillion 就是2000兆的基金的数量就知道 DTCC他所交易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任何project如果能跟DTCC有沾上一点边的话 他们从中获取的不论是交易量或是利润 都是相当相当的庞大 那我们从Enterprise Ethereum Alliance 他们的合作伙伴里面就可以发现 DTCC其实早就是EEA他们中间的委员之一 另外一个也是EEA其中委员之一的Consensus 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介绍他们的Codify blockchain application的时候 其中也有提到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跟公司 其实都是有透过Ethereum的网络 再去运行他们手上的一些project 在这段文章里面他们有提到DTCC Standard Chart Bank就是ZADA银行 其实都是以Ethereum网络作为基础 来去测试他们各自的一些project 其中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他们有提到这个project 就是我一直常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Baseline Protocol 如果之前有看我video的朋友就知道 Baseline Protocol里面 作为企业公司 他们使用区块链平台的一个提供者 就是Unibright 所以代表说如果今天DTCC 他们测试的这个project ION 到处真正的能开始运行启动的话 如果他们其中真的有运用到Ethereum网络 作为他们区块链的基础架构 然后同时也先选定 透过Baseline Protocol 来去运行他们的project的话 那Unibright之后的发展 肯定是无可限量的 所以如果对Unibright这个project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回到我之前的video 来去研究一下 虽然说比特币这一阵子的价钱 大概还是在四万五到五万之间震荡 但是如果我们从最近比特币平均的一个运算率来看的话 就可以发现说最近比特币的运算率 从六七月的最低点 目前已经慢慢回升 已经回复了大概到达了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的一个水准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比特币的价钱 通常跟比特币的运算率 四成正比的一个发展 所以如果比特币的运算率能够慢慢恢复正常的话 对之后比特币的价钱的成长 或是再突破一个新高 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 然后如果我们从比特币地址最近的一个活动量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说比特币地址的活动性 自从五月中开始就一直有下跌的一个趋势 然后在低点的时候 一直持续到了大概七月中左右 直到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才开始有一个慢慢反弹的一个趋势 这个活动性的地址也在八月底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 紧接着比特币的价钱也就突破了五万 虽然说最近比特币地址的活动性 是稍微有点趋缓的情况 但是至少最近的量有开始慢慢的回升 所以应该有机会带动这个比特币地址的活动性 我们刚刚讲到比特币的量 大家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从六月中开始比特币的交易量 一直是相对于持平的一个状态 持到七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稍微往上冲的一个趋势 但是接着又开始回到相对于比较平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八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那段紧接着比特币价钱突破五万那个时间点 然后接着又开始回到比较平缓的趋势 但是就在最近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比特币的整个交易量又开始大幅的盘升 那也非常有机会突破八月跟七月的一个高点 同时我们从各大中心化交易所上面的 比特币的存货量可以发现 这条红色的曲线代表的是 比特币在各大交易所上面的存货量 大家可以发现在九月初之后 比特币的存货量就相对于的骤减了非常的多 在这个存货量骤减的同时 大家可以发现到 粉红色的这条线代表的是比特币的大户的存货量 就突然的开始升高 表示说很多大户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从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收购了大量的比特币 通常这样子的情况对比特币之后的涨幅 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我们从另外一个图形就可以看到 手上持有超过100个到1万个比特币的比特币大户 他们手上持有的比特币在过去这几天 又开始回复到大概8月底9月初的一个水准 所以如果继续按照这样子的趋势下去的话 比特币再继续突破5万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之前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推荐的一个project 叫做Brain Trust 他们今天推出了一个竞赛 如果你有完成他们指定的一些动作或项目的话 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取免费的BTRST的货币 我会把这个竞赛的连结放在下面让大家去点击 同时如果你是有在用Coinbase的朋友的话 Brain Trust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已经正式的在Coinbase Pro上面上架 虽然说现在市场上的流量还不多 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赶快来去看一下 今天在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个project 这个project是建立在Ethereum Layer 2的Arbitron上面的 Nayan这个Min Token 这个民营币它直压的回报率最高的时候有来到了6000% 那如果我们来到这个直压Nayan的网页界面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说如果你是透过Arbitron来去直压这个Ethereum的话 现在的APR大概是29.19% 然后如果你是想要作为流空性的提供者 来去赚取额外的Nayan的货币的话 你可以透过SushiSwap他们的流动池 来去作为他们流动性的提供者 目前它的这个APR是来到了4359.77% 如果你是单纯直压Nayan的这个流动池的话 目前的APR是来到2344.5%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VL已经来到了大概1.5B左右 相较于周末的高峰的2B 虽然说有一点减少 但是相对于的还是相当相当的高 目前Nayan的价钱大概是1.1877左右 那根据Nayan它的Contract Address 大概总共市场上会有100个Million的Nayan Nayan目前市场上的市值大概只有1100万 不过大家要记得这个Project 它基本上是架构在Arbitrum 就是Ethereum Layer 2上面的一个项目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任何的直压的动作的话 你需要先来Arbitrum Token Bridge这边 先将你的Ethereum存入到Arbitrum它的Network上面 才有办法去运行 那如果你想要透过Arbitrum的网络 来去做这些直压 或是做这些流动性的提供者的话 在Metamask上面需要打入的网络名字 就可以取名叫Arbitrum 然后他们的RPC的URL 是arb1.arbitrum.io slashRPC 然后他们的ChainID是42161 然后他们的Currency Symbol是AETH Block Explorer的话是RBSCAN.io 接着你就可以连接你的Metamask 到Arbitrum他们的Bridge上面 将你Layer 1的EDH存入 接着过了几分钟之后 它就会显示在Arbitrum Layer 2的系统上面 除了在SushiSwap上面 作为流通性提供者之外 你同时也可以选择Balancer 去做一个流通性提供者 所以如果对这个Arbitrum的项目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来去研究一下 那你就有机会获得相当高的一个回报率 那我会把这些相关的连结 都留在Description上面 让大家去分享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咯 如果喜欢我Content的朋友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Content 有任何comment的朋友 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